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包括后来到家自称一脉的神话传说 比如太上老君和公公就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神话体系 由于出处各不相同 所以关于各种古神的说法也是众说纷纭 甚至有一团乱麻的感觉 但无论古代哪个体系的神话 盘古开天辟地这一条是不会改变的 红君再早也早不过盘古 各个神话体系中天地也都各不相同 老儒就来聊一聊古代神话中的十大天地 其中福西上榜 东皇太仪位列前三 玉帝锦牌第八 十 真武天帝 九 紫威天帝 古代神话中 真武天帝和紫威天帝 是分别代表武和文的两位天帝 他们俩一文一武相辅相成 真武天帝是武当山供奉的主神 也是代表北方的主神 刀家典籍中 真武天帝代表着战斗力和力量的极限 他的形象也非常养刚威猛 真武天帝一身黑衣 金甲玉带 杖奸怒目 身边伴有龟蛇二将 是为凡间想要除魔的荡魔天尊 紫威天帝则是代表智慧 才华的一位天帝 也是道家四域之一 地位在玉帝之下 紫威天帝负责星辰运转 四季轮回 有经略天帝的才华 古代的紫威星就是现在的北极星 紫威星是夜空中位置最高的星 是众星之主 万象宗师 所以紫威天帝历来都备受道家推崇 八 玉皇上帝 由于身受西游记的影响 大家对玉帝的实力 都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 那就是玉帝法力孱弱 收拾不了孙悟空 甚至被孙悟空恰得钻到桌子底下 大喊快去请如来佛祖 但这只是西游记的一个情节 如果玉帝连一个孙悟空都收拾不了 还怎么管理三清四玉 古代神话中玉帝上管三十六重天 中管凡间的四海八荒 下管玄冥幽记 是道家地位最高的天地 只是在古代的各种神话小说中 玉帝都很少出手 因而看不到他的真实实力 但西游记中 如来评价玉帝历经一千七百五十节 每节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如此看来 玉帝的修为可以直追红军了 一招秒掉孙悟空应该问题不大 七 专虚 古代神话中 专虚是皇帝的后代 是皇帝之后的下一任天地 皇帝在击败持游之后 对天地的职位有点厌倦 觉得自己的曾孙专虚 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君主 就把天地的宝座传给了专虚 但专虚接任的过程中 充满了艰难险祖 那就是水神贡公 要跟他抢天地的位子 贡公麾下的猛将不多 自己的实力也不够逆天 而专虚麾下有继蒙 半龙半神 于强 昆鹏 这样的顶级高手 于是打得贡公节节败退 最后贡公逃到了不周山 后面的故事大家也都清楚了 贡公自己发脾气 撞断了天柱不周山 女娃娘娘出来收拾烂摊子 六 炎帝 包兮是墨 神龙是左 啄木为四 柔木为磊 磊漏之力 以教天下 炎帝 也就是古代神话中 常遍百草的神龙 如果论出现的时间 炎帝比皇帝更早 只不过皇帝的能力和贡献更大 所以在十大天地中 皇帝排在炎帝之前 炎帝是代表火焰的天地 他的曾孙就是火神祝荣 炎帝最开始 跟皇帝相处得并不融洽 他们俩在板圈发生了一次大战 以炎帝战败为最终结局 随后 为了共同对抗凶神吃油 炎帝跟皇帝联手 站在了同一阵营中 五 皇帝 皇帝 他是仅次于福西 女娲这些创世古神的一位天地 在诗经一鲁颂 中军有关于皇帝的记载 而皇帝流传最广的神话传说 就是他击败上古凶神吃油的故事 吃油算是古代神话中 最早的一位战神 他吃的东西堪比饕餐 什么沙子 石头 铁块 都可以吃 而且吃油还非常善于 制作各种各样的兵器 他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硬汉型凶神 吃油为了跟皇帝 抢夺天地的宝座 带领自己的诸位汉将冲冬陷阵 但是皇帝的部下更强 应龙 风博雨师 风后 利木 长仙 大红 女拔等 都是皇帝的手下 而其中最强的就是应龙 吃油和他麾下的猛将夸父 都是被应龙斩杀的 四 福西 古代神话中 福西是我们的创世古神之一 也是女娲娘娘的哥哥 福西是三皇之首 是一位比皇帝还要早的天地 自盘古 开天批地之后 他就跟女娲出现了 都是人手蛇身 福西是一位代表着智慧的天地 相传福西根据和图推演出了周易八卦 还教会了人们打猎 发明了乐器 也有一些古代神话典籍中记载 天地间的第一条龙 就是福西创造出来的 三 东皇太一 太一 天地之别名也 天之主器 东皇太一是先秦时期的地位最高的天地 出自于屈原的天文 什么先天至宝东皇中 都是后来的小说 给东皇太一强加的法宝 屈原可没说过东皇太一还有法宝 再说了 说不定人家东皇太一的实力 根本不用法宝 赤手空拳 就能单挑红军老祖 东皇太一的神话传说 起源于先秦时期 时间非常久远 远远超过了玉帝的起源时间 到了东汉时期 东皇太一被尊称为太一神 受到了很高规格的祭祀 二 帝郡 东南海之外 甘水之间 有西河之国 有女子名曰西河 方日 玉于甘渊 西河者 帝郡之妻 生十日 山海经 帝郡是古代神话 山海经中地位最高的天地 他跟西河两个是太阳的父母 除了西河之外 帝郡还有一个妃子 叫做长西 他们的孩子就是月亮 能够孕育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帝郡的神力自然是浩瀚无比 都跟盘古有一拼了 帝郡是山海经中的一位奇人 他对羽毛美丽的神鸟特别感兴趣 身边常有凤凤 青鸾 玄鸟相伴 而他的十个太阳儿子 也是十之三足金乌 一 浩天 盘古开天辟地 神力浩尽 盘古死后 孕育盘古的先天混沌之气 产生了中国古代神话的最高天地 浩天 浩天是古代神话中最早的一位天地 也是我们的古代文明对神 对天最早的诠释 浩天受到了古代历朝历代最高规格的祭祀 他是关于天道 天理 天时的主宰之神 浩天上帝又称皇天上帝 天帝 老天爷等 主宰宇宙万物的神 先起时期及后来儒教的至高神 代表天或者等同于天 往往欲将浩天上帝和太医合并 影响了当时的一些文献 但之后的皇帝很快将两位神差分开 随书 礼仪 武师盈气 皆是继五行之人帝太号之属 非继天也 天称皇天 亦称上帝 亦直称帝 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 但不得称天 天帝中的浩天上帝可带天 而五方人帝不可带天 中华古文中单说 上帝一般指上天之地 而浩天上帝古籍中也称浩天或天帝 这一名词最早限于上书 订阅费